这个修理工正准备修门 可这嘈杂的钻孔声音 瞬间引来了隔壁死胖子的不满 男人满嘴脏话的朝这边走来 但修理工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那小死胖子怒了 走上前一发抓住修理工 刚藏一刀 挖住玻璃子 修理工迅速掏出射箭墙 最终又是干嘛就是一枪 接着换过方向 丢成死胖子的左手 干嘛又是一枪 从裤腰带掏出几肩枪上 身边光荡一包子 小死胖子挖挖 接着男人趴在地上瞄准前方 咖啪咖啪两枪 紧接着咖啪咖啪又是两枪 赶来救援的卡拉米影横西北 男人站起身走到胖子面前 拿出枪对准 啪当就是一枪 OK今天的任务结束 男人名叫强哥 是个准备退休的顶级杀手 退休这天呢 他可以领到820万美元的退休金 但到了支付退休金的这天呢 他的老板白小胖 却不太愿意支付这笔钱 于是他将公司的高层们聚集在一起 而会议的内容就是将公司所有年纪大的杀手 全部杀掉 这样就不用支付高昂的退休金了 紧接着临近退休的老杀手全部遇害 强哥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要有危险了 果不其然 很快公司就派了个小老妹过来 说公司给你安排了个任务 任务特别简单 就是去蘑菇酒店杀掉一个俄罗斯人 说这也是你退休前最后一站活了 干完活你好好退休就行了 定金的是100万 干完活再给你100万 但真实情况是 公司背地里安排了这个俄罗斯人杀掉强哥 老板听说强哥接了这单活 心里那是偷着乐呀 820万不用给了 但他们还是小看了强哥 强哥假扮成修理工来到了酒店 很快就上演了电影刚开始的那一幕 那俄罗斯人都没坚持几下 就被强哥嘎啦一枪解决了 干掉目标之后 强哥发现了暗杀自己的资料 一切正如他所料 自己已经成了公司的眼中钉了 随后他打电话给公司 说自己已经知道这场阴谋 让他们做好送死的准备 这计划是失败了 那老板气得是只要猴桃呀 他找来一个顶尖的杀手小队 告诉小队队长 把强哥给我弄死 我今天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但稳如泰山的强哥 根本没把老板放在眼里 他倒是悠闲地跑到幼儿园 跟小朋友们玩到了一起 顶级杀手退休之后 在幼儿园当起了体育老师 一顿操作之后 强哥把小匕首给了小朋友 小朋友们争相举手 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比如印度是怎么埋人的 强哥想起在印度做杀手时的场景 然后脱口而出 还有小孩问英国人会说话吗 男主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 随后他说 接着他刚拿出 暴晒了三周的尸体照片 给孩子们看 幼儿园校长表示 我可谢谢您了 而另一边 一伙杀手小队 正在寻找男主的下落 小队找到了男主曾经的律师 通过律师呢 他们知道了男主的住址 于是就在男主回家的路上 做了埋伏 强哥的车正在路上开着 突然一个身材活辣的小老妹 揽下了强哥 说自己的车坏了 手机也磨电了 拖车明天才能来 皮一今晚去强哥家里 将就将就 早有察觉的强哥呀 于是讲解就接 准备将小老妹带回去 玩老鹰吃小鸡的游戏 到了晚上 老鹰和小鸡都酣畅淋漓的时候 杀手小队偷偷的埋伏在了附近 不过狙击手正准备抠动扳机的时候 他好像感觉到身后有股杀劲 咔吧一枪 狙击手隐恨西北 警戒长拿过狙击手的枪 瞄准了屋内 这里黑不溜球的啥也看不清 反正他抢过敌人的98k 把这帮卡拉米全部收割了 我就替你们看了 随后他在杀手的身上 搜出了一把酒店的月丝 拿过月丝 男主准备把剩下的 在酒店的杀手一并收割了 不过刚到酒店 前台的小老妹说 剩下的杀手去抓你的情人了 你赶快过去一趟 强哥一听 歪了个去 广速赶到情人家里 却连个人猫都没发现 着急的男主找到曾经的搭档了 这个搭档厉害 当年是专门搞线索的 刚好搭档知道情人被关在哪里 但是 这个家伙被老板买通了 他把强哥给出卖了 等强哥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吊在了地牢中 什么是胡萝平洋被犬切 曾经的小卡拉米收割机 杀手剑 杠杠的扛把子 因为年纪大了 要被面前这个老板做掉 那小死胖子拿着各种刑具 在男主的身上到处扎 折磨的男主 他是死去活来的 一直到这天晚上 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偷偷的把身上的架锁解开 生坏人不注意 站起来 把住一人手腕子 咔嚓一下 然后拿过手枪 对着小卡拉米 就是一枪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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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板听到惨叫声 直接吓得脸色焦黄焦黄的 男主追着后头就赶了过来 吓得老板从密道中落荒而逃 走到一个怪物 突然冒出来 把住对方胳膊 咔嚓一脚将卡拉米撂在地上 摸过对方手枪 对着路过 咔嚓就是一枪 收割完这里的小卡拉米之后 他缓缓的站起身 从密道中走了出来 后来啊 男主的伤势确实是重 他被一个女人救了下 救他的这个人呢 是男主的老朋友了 这个不用担心 等强哥醒来 女人说 你先休息几天 把伤养一下 但强哥呢 死降死降的 降得很 非要现在就去报仇 女人没办法 只好带着强哥来到武器库 说那那那你自己选一些武器吧 强哥随便选了一些武器 紧接着就出发 准备去一个仓库 来到这个仓库以后呢 他给老板身边的小娘们 打了个电话 男主说 我用我的命 换我情人的命 你觉得怎么样 那强哥的命是当然值钱的 小娘们说 可以没问题 当场就答应了 但跟小娘们一起过来的 还有一群杀手小队 小娘们想着 自己人多 对面还是个老不死的家伙 也没当回事 可没想到的是 强哥早就在这埋伏好了 那机关枪一顿突突 将那小卡拉米全部收割 正在远程观看的老板呢 吓得那是下把壳子 差点掉到地上了 愤怒之达到百分之百的强哥 直接就杀到了老板的公司楼下 老板看到强哥 吓得爸爸从裤兜子里流露出来 男主走进公司 所有年轻杀手 给这个老杀手让出了一条路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来到老板身后 拿过一个小斧头 那老板这辈子没见过 这么恐惧的场景 紧接着死胖子 就成了强哥的刀下王魂 最终强哥完成了此行的目的 把自己的小情人给救了回 等到强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情人咋不在啊 但是网上放了一堆资料 他走上墙看了一眼 都是他以前捐过的慈善单子 以及他曾经杀过人的证据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曾经男主结过一个单子 结果他把目标给搞错了 把人家全家都给杀了 最后只剩了一个小女孩 所以强哥每年出于愧疚 都会给他20万美元 撕住这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就是现在他的情人 这就尴尬了 女孩出现用枪指着男主 男主知道这一切后 并没有做出反抗 本来就是自己的错嘛 而是闭上眼睛任由女孩处置 不过最终啊 女孩还是没下得去手 也许经历过生死的两人 早已诞生的感情 已经无法离天彼此 这次电影极限杀手全篇结束